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高,我叫宇涵 那我来自台 那我以前的工作呢 是网页设计和平面设计 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上班族 那在我2014年的时候呢 因为母亲的关系 有这个姻缘加入前平台 就是美商节是大的苹果吗 对,那我前平台的主力商品是白鲁如春 也是一个跨时代的高科技商品 那非常感恩前平台八年的历练 一直到今年呢 我发现蛮多优秀的伙伴呢 来找我谈合作 都在讲一支商品叫做什么 NNN 那因为我前平台没有引进NNN来台湾 所以我会发现说 市场上不下20家公司都在推广NNN 那它一定是一个好商品 那我手上没有这支商品 是不是好像少了一点竞争力 对不对 所以当下呢 我在3月23的凌晨 我一个起心动念 就是上网去看一下 我前平台的一些优秀领导人 我想了解 其实在3月23那天晚上看到了美商Kalerie的时候 我还一直在前平台服务 一直到今年5月 我在前平台都还有96万的高薪 请问你一个月有96万你会转战平台吗 不会对不对 但是就是因为Kalerie她有非常迷人的魅力 让我毅然决然的选择转战平台 那今天就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跟各位分享 我那一天晚上到底看到Kalerie什么魅力好不好 好 还没出来 好那我先接上 我那天晚上看到的是 原来他们不约儿童转战这间平台的主力商品也是NMN 那因为太多公司来找我做分享 每一家分享都会拿谁来打广告 李嘉诚 那我看到Kalerie的母公司 Fore Ecclesial这间公司 就是帮李嘉诚研发生产制造的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NMN是外来15年的趋势 你要吃哪一家 我当然要吃李嘉诚的上游厂家 我何必跟下游代工厂合作 对不对 于是我就看到了Kalerie的亮点 第二个我在看着看着过程中 他写Kalerie是今年2021年全球正式开打 没有台湾 开打18个国家没有台湾 一般我们对美商的印象是什么 要进亚太区守战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 对不对 但他居然没有台湾 我也觉得蛮惊讶 就是因为没有台湾 我彻夜未免 未免 我每半小时我就打电话到美国去 我不敢睡觉 我怕我一睡觉别人就发现这一间公司 如果你看到没有台湾 你会选择加入吗 会 那大哥算是很厉害 有的公司有的人 他因为看到还没落体 他就不敢加入 对不对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本落地在说 因为太多人被骗怕了 很多公司都跟你说要落地要落地 落到后来都不知道跑去哪里 是不是 但是我那一天跟这间公司联络上之后 他跟我说 他们已经包法律团队跟聘请顾问 在走这个公交会公平会 我又听到一个亮点代表什么 在台湾没有经销商 还没发展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在处理落地事宜 代表公司是真的有决心要来台湾 开这个亚太区市场对不对 所以我就更积极的跟他讲 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要加入 本来我还在讨论货要怎么收 他本来叫我飞香港拿货 我讨论飞香港 被关来回就一个月了是不是 后来他们也不错 直接美国空运进来给我 那当我收到商品的时候 我更为之经验 我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幸运 遇到这么好的公司 那今天就来跟你们分享 这间公司到底魅力在哪里好不好 好 没有 不需要 要那个笔吗 用我来帮你口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间美商卡利calorie 我那一天看到 calorie到底有什么亮点 还有包子给你 好 你不听话的 就要再打 好 calorie这间公司 他的母公司叫Fall Eccelsior Fall Eccelsior是什么公司 他是美国综合实力排行法 保健保养品大厂前五大的制药厂 你想可以做到美国前五大 厉不厉害 厉害 对 美国是目前全球医学科学最发达的国家 可以做到美国前五大 真的是不简单 他们在美国美西洛杉矶 有15万英尺以上的厂房生产线 那还有自己的实验室 专门为好试多沃尔玛驱城市 全球最大保健通路GNC研发生产制造 年营收超过4000万美元以上 请问各位 可以帮好试多沃尔玛研发生产制造 你觉得厉不厉害 厉害 厉害 我相信他的研发能力实力 他精力应该自然不在话下 对不对 那而且我看到了什么亮点 我们现在市场常常听到很多公司 其实都是带工厂的 那会不会供货品质每次来都不稳定 每次吃起来感觉都不一样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断货 很多公司面临到断货的时候 供货量不足的时候 这个市场是不是就会有工盘的危机 对不对 我在市场上听过两三家公司都有遇过这种危机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握有自己研发技术 所以掌控在别人手里 甚至我前平台也有发生一次经验就是 14年以前我们有推出一只商品叫苹果干细胞 结果因为卖太好 新加坡商就不跟我们签约供应 后来自己去外面开一间直销公司 还把我们前平台很多优秀领导带走 那你这样是不是未能抬脚 对不对 所以当我看到他产供销一条龙的时候 我觉得他握有研发技术 让我感觉非常的安心 再加上你看很多直销公司老板是 老板有钱有理念 他就找几个人合伙开公司 如果市场方向做错 那他是会启动K职 甚至把公司收掉 有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当我看到这间公司 他传统年营收超过4000万美元以上 代表我做这生意有没有一个活水 有嘛 要有钱水嘛 这其实要有一个周转金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跟这个公司选择合作 我是不是会比较安心跟放心 这就是我看到他产供销一条龙的亮点 再加上如果NNN是未来大健康的产业 每一间包含连第四台都拿李嘉诚打广告 你要吃哪一家 我当然要吃李嘉诚上游厂家 每个人都拿他打广告 是不是就是在帮Kalory打广告 就是因为老板在2017年的时候 帮李嘉诚研发生产制造那一支NNN 叫做TRU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上会 香港驱城市上架 为李嘉诚赚了数十亿美金 老板于是在2019年 把这一支的专利买断 买回来 因为他觉得他帮很多传统集团研发生产 都不是使用纯天然的原物料 好像老板觉得不是他理想中的商品 干脆自己出来看一个子公司 就是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Kalory这个子公司 老板起心动念就是要提供所有消费者 纯天然的保健食品 并且把省下来的钱呢 不是被要回馈给末端的消费者 不是被中间的这些集团层层剥削 他认为我们的细胞是天然的保健品 才能达到长期平衡共生 省下来的钱不是被集团赚走 社会的财富分配才能达到一个长期平衡共生 所以我们公司的文化里面呢 就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那什么是NN呢 什么是NNN 在2003年的时候 大卫辛赫莱博士 他在葡萄蓝莓这种多分类的水果里头 发现一种物质叫做什么 白鲤芦 这个东西是非常高抗氧化的商品 因为这个东西的问世 改变了保健品业界的生态 从以前的膳食补充品 补钙补B群补卵磷子 对不对 到后来有什么 细胞优化再生医学 有没有 这几年不是都围绕在这个话题吗 那一样随着科技的发达 2014年大卫辛赫莱博士 他在酪梨花椰菜 这种生绿色的蔬果里头 发现一种物质叫做NMN 这个NMN呢 他吃进人体以后 会转化为NAB+, 这个NAB+,叫做诺加因子 他参与我们全身500多种的霉处反应质 最重要的辅霉1 你想啊 最重要的辅霉1是不是很厉害 他可以提供我们细胞立腺体能量 什么是立腺体 我们一个细胞里面有1到2000个立腺体 立腺体在我们的细胞的功能是提供能量 就像发电厂一样 你的身体是60兆细胞分裂而成 请问你的细胞都没有能量了 你还能够正常运作吗 不行 当你的细胞没有能量 就容易被自由基攻击破坏 这时候你的DNA就会受损 再分裂出来的叫做什么 老化细胞 甚至是肿瘤细胞 于是科学家已经发现 NMN吃进人体转化为NAE+,可以提供我们细胞立腺体能量 进而修补DNA还能激活7条长寿基因 15年前的白粒乳醇只能激活1条长寿基因 现在可以激活7条长寿基因 请问你要激活了几条 7条 当然是7条 白白要开1条 对吧 当然是更高科技的 所以没有什么不好 只有更好 iPhone都出到13了 你不会再去拿iPhone4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于是这一件事情 这个学术理论发现 全世界的Nature Science Sales 三大学术期刊 八位诺贝尔得主 通通公开支持 NAD Plus 抗衰老理论 那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吃NAD Plus呢 因为它的分子太大 无法穿透细胞 所以你必须吃它的前驱物叫什么 NNN 这样大家就了解什么是NNN了 现在全世界世界几首富 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 都在吃NNN 为什么 因为有钱人就怕什么 所以未来人类活到150岁 即将不是梦想 这样OK吗 所以现在业界全部都在生产这个NNN 我常讲 如果这间公司是在卖牛杂姿跟人生意 我还会来吗 我就不来了 因为它做的是一个趋势 那要选哪一家 当然要选最有话题跟亮点的那一家 对不对 于是我那一天就看到这间公司的亮点 那刚才也有提到我们公司的文化里面 叫做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然后再下一页 那再下一页 这就是我们的老板 有没有觉得他很面熟 长得很像保罗沃克 人家说你们凯瑞的亮点是什么 我老板就很大的亮点一定要加入的原因 因为太帅了 我们老板 Steve他是美国空军退役 他是在膳食补充品行业 做电脑工程计算机计算的 就是网路工程师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 他跟我们的老板林博士 他们叫做异国兄弟 他们一起共事十七年 那所以呢 他是专门专攻电脑工程的 因为你想啊 可以接好斯多沃尔玛这些订单 你这种国益贸易这种物流 后台系统要不要够强 需要 所以我们公司的订单从来没有票单过 并且一张订单可以支援多张信用卡刷卡 够不够强 非常的厉害 好再下一页 这就是我们的研发博士 他也是我们母公司Voecelsior的老板 创办人叫林博士 他是大陆福建人 他高中毕业以后 因为成绩优异 就保送到美国麻生理工学院 读这个高分子化学工程博士 并且是全校前30名毕业的资优生 一路上都拿奖学金的 非常的厉害 请问我们考得进麻生理工学院吗 考不进去 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那我们的很多商品都是我们研发博士 研发出来的 那他旗下子公司有Fly H Golden Coase Coase就是在好士多都买得到 他唯一承认的第四间子公司就是Catery 你可以从那个Fall1的网站 进去连结到Catery的官方网站 证明我们是垂直关系 好下一页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 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人才科学家 然后再下一页 这是我们的首席科学顾问 Dr.Judy 好下一页 这个应该也听过他上课 他通常上课我就转牌了 因为口音太重了 然后再下一页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们的真博士 所以我们的科学顾问很多位 好这就是我们公司的工厂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美国美西洛杉矶占地15万英尺以上厂房生产线 这一片都是我们公司的 这个公司进去的门面 走廊 外观 占地已非常的大 这是我们的接待区 在下一页 那这是我们的影音会客厅 这个就是有人要去那里开招商都可以公司免费提供使用的洽谈区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 你很少听到一间公司在分享的时候会讲到实验室 对不对 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代工厂 代工的 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跟实验室 这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不是代工厂出来的 好下一页 这就是我们的这些科学团队工作的状况 再下一页 那你看这一片全部都公司了 大不大 我们这都是自己的不是租厂房的 如果有看老板他们的自我介绍影片 他们是一步一步这样拓建码下来的 好下一页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线跟仓储 来我们的工厂就有16大国际认证 现在已经又多了两个18项国际认证 真的是不简单 好下一页 那我们有三大系统 一个叫双链融合系统 一个叫细胞健康 再来是210奖励系统 什么叫双链融合系统 下一页 我们就是原物料大厂 产供销一条龙 直接到末端消费者手上 中间省下了层层薄屑 所以我们就叫双链融合系统 也叫短链供应 就是路径非常短 直接工厂出货到末端消费者手里 这也叫短链供应 所以你认为成本可不可以压低 可以 好下一页 那这个就是 这再上一页 那这个 他那个细胞都不见了 那我们的商品呢 全部围绕在细胞健康这个系统 从细胞调控 细胞优化 跟细胞修护 好 少了那一页没关系 好 那我先讲一下我们的主打商品 SODMNN 刚才有提到 NNN是吃什么的嘛 就是吃进人体 转化为NAD+, 提供细胞立腺体能量 修补DNA 进而激活7条长寿基因 所以它可以逆龄回春 所以它是不是叫青春逆龄片 那我们跟坊间的差在哪里 我们还多了一个SOD SOD是目前业界第一抗氧化物 其化美 抗氧化第一名的 因为NNN可以提供你细胞能量 当你细胞在运作的时候 就会产生自由基 所以如果可以搭配SOD 顺便清掉这些自由基 高抗氧化 效果会更加有效 这样了解吗 这也是我们跟外面不一样 再加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那时候收到NNN 外面坊间的NNN 几乎都是什么 塑胶瓶 我们的是 这是什么 精油瓶 抗紫外线 抗光 抗氧 抗氧化 我从这外包装就可以看到一个老板的用心 再加上我们每一支商品上面都有这个反尾QR Code 那个刮刮的银色的要刮掉 刮掉以后会秀出完整的QR Code 它会告诉你这一批的认证批号是几号 你几分几秒上来看过第几次 全部都有记录哦 并且我们每一支商品上面都有六大国际认证 第一个食品业界最高规格清真认证也叫阿拉认证 是里面不能含有猪制品不能使用动物大体不能使用酒精 全部都要符合伊斯兰教法规 代表全世界四分之一十七亿的回教徒人口都可以吃的保健食品 请问你只要做四分之三还是要做全世界 当然是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再来第二个认证叫做Non-GMO非转基因认证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买豆腐豆浆都跟你讲 我的大豆是非基改的 什么叫基改就是合成加工添加物 这代表我们全部是纯天然的 不是合成化工加工品 第三个Vision是不能含有任何动物来源 包含蛋跟奶都不能有 这是代表我吃全素食的人都可以吃的全素食认证 第四个叫Infor the Choice 这你们就要看 手上没力量 Infor the Choice它是英国百年认证机构LGC所颁发的 它能为英国皇室国际奥委会检测奥运选手的食品药品 膳食补充品有没有含为净品 那你想可以帮奥委会检测奥运选手 它是不是要一定的权威性跟公正性 对不对 为什么它可以做奥委会的检测单位 因为它非常的严格 它是从你的原物料制成到成品通通检验 不是检查完就没事 它会每月去各大通路进行盲测 它会去抽样回来 看你里面上架的东西 有没有含伪精品跟刺激素 比如说辣椒素不交素咖啡因 一旦发现整批下架全部销毁 所有费用厂商自行吸收 所以这个检测费用非常的贵 而且非常的繁琐 然后再下来这个CGMP 我们的工厂设备制成法规 全部符合美国FDA食品药品控管之下所颁发的GMP认证 我们还多一个CC代表Current 也就是说我们不但符合GMP法规 我们是符合目前时效最严谨的GMP认证 然后对底下的Mate in USA代表 我们全部美国原装生产进口制造 不夹他国分装带工 也就是说当你收到这一支 是目前最高级的包装材金油瓶 还有防伪QR Code跟六大国际认证 并且我们里面使用的是舌下钉 外面一般都是明胶胶囊 吸收度不到30% 我们是舌下钉 舌下有静脉群 舌下吸收三秒进入到血液细胞 15分钟NNN转化为NAD Plus 提供我们力腺体能量进而修复DNA 激活7条长寿基因 所以未来人类要活到150岁 即将不是梦想 因为要吃百里吗 要就是吃这罐好吗 那听起来这么厉害 我们卖多少钱 外面坊间60颗 8000至1万2 这叫行情价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这是高科技商品 可以让你延年益寿 秦始皇就是在找这支 这样了解了吗 那我们的60颗卖多少钱 我们的60颗只卖你139美金 核算台币3700元油澡 为什么我们卖这么便宜 因为我们产供销一条龙 中间省掉的这些层层剥削 全部回馈在末端消费者身上 这样好不好 好 那不是兄弟没后悔哦 跟大家讲 你们可以看这一张 要哪那张 我们还有第三方 Summit实验室报告 报告结果显示 我们是精纯度高达99.92% 纯天然β型的NMN NMN有分两种 一种是阿玛合成型的 一种是β天然的 如果你上网打βNMN 纯天然日本一贯 要卖2万块起跳 我们是纯天然的βNMN 精纯度高达99.92% 已经超越业界的顶级标准 最多99.9% 我们几乎快要破百了 人家讲世界上 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 黄金不过999纯金 我们是999.92% 纯度比黄金还纯的βNMN 要不要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 给这种精纯度 但价钱却是这种白菜价 对不对 真的唯有产供销一条龙 有办法这样提供 好再下一页 那如果这间公司 他只推NMN 市场现在有二三十家公司 都在推NMN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在跟人家打雷台 每天都在红海价格施杀战 对不对 所以就因为我们有科研团队跟实验室 我们在今年7月7号 河空出世这一只叫PQQ氢气片 大家知道现在坊间非常流行喝水素水吗 水素在日本话就是氢 为什么要喝氢气水 因为氢是世界上最小的分子H2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物 它不需要任何的媒介载体 就可以穿透我们的脑血屏障 穿透我们的细胞膜 但是呢 H2它跟这种SOD白鲤乳粉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它有一个优势叫做靶向作用 俗称标靶效果 也就是说 它只会跟你三大有攻击性的自由基做结合 过氧化物亚硝酸 向自由基过氧化氢OH H2碰到OH会变什么 H2O 所以它会以最天然温和无副作用的模式 把你身体三大自由基排毒代谢掉 随着尿液汗水代谢掉 所以现在为什么坊间这么流行喝水素水 这样了解吗 那外面是不是都用一杯 7、8千块的水素杯 或者家里一台十几万的氢氧机 来制造氢气 那都需要双电池或插电 它是一种直指交换模技术 是一种金属电片 产生氢气的效果 一公升不到3ppm 我们公司是用镁粉来制氢 并且我们的镁是从日本Bio公司 购买国防等级高浓度的防暴球形镁 为什么 因为镁的蓝点很低 遇到氧会爆炸 所以我们是使用国防等级的防暴镁 并且我们使用超灵界艳氧防暴技术 于是你丢那一颗到水里不会爆炸 那因为美的稳定性相当高 丢到水里要10年才会释放氢气 我们公司使用原味杂化释氢技术 让我们的美丢到水里两分钟大量释放氢气 并且一公升可以产生11个ppm 外面房间有的叫ppb b跟m这两个单位不一样差1000倍 我们是ppm 你要仔细看 不要被外面糊弄掉 我们是目前业界浓度最高 大概是外面四倍浓缩 那个薛姨老师你带一包借我 对对对对 好 我下次场也都会带这一包 这个是日本某一间很知名的公司 它这一个也是水素水 一包100多块海币里面不到2.6ppm 而且它标榜只能这样放 不准这样放 这样放心气会挥发 你怎么从日本司机是怎么给你放 一包100多不到2.6ppm 但是我们是使用美粉来自清 高达11ppm外面的四倍浓缩 并且丢到水里会产生大量的泡泡 有没有 这个泡泡叫维奈米气泡锁清技术 锁清效果高达4小时不挥发 把我们的亲戚全部锁在水里头 是日本要跟这间公司购买的独家专利 我们公司都不要卖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拿到这一支 可以讲是勾门头七 拆楼家 对不对 这样了解吗 而且这个清 它可以结合贵氧化尾亚硝酸 贵氧化尾亚硝酸会跟你多余的血脂结合在一起 凝结在血管壁上 清可以把贵氧化尾亚硝酸代谢掉 所以它可以清血脂 也有人说清剂叫做什么 血管的清道夫 所以你每天早晚喝一杯帮你全身的细胞血管洗澡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小小的血管什么时候会堵塞 对不对 所以那个血管堵塞不是老人家才有 年轻人也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重要性 那它的学名叫什么 PQQ 什么是PQQ 大家有没有听过 牛张是免疫之王 现在科学家已经从土壤植物的延伸物维生素里头 发现一种物质叫做PQQ 它提升免疫效果的能力是牛张之的八到十倍 它可以刺激立腺体再生 修补大脑细胞功能 并且PQQ跟H2碰在一起会产生协同效果 启动NRF2排毒枢纽 平常这个排毒枢纽是必锁的 它把它启动让它有活性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一支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标靶排毒 这样很厉害 对不对 这样一颗才卖多少 一罐也才卖149美金 4000出台币 里面有60颗 一颗也才不过五六十块 让你每天就夹链袋包个两三颗 包在身上超市买一罐纯水 马上产生马上滋兆 马上随时随地把相排毒 这样好不好 好 那它还有一支商品叫做这个 脑力剑 有没有听过 银性软磷子对大脑很好 但它们分子带它 没有办法穿透脑血屏障 什么是脑血屏障 我们的大脑不能被细菌病毒入侵 所以大脑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叫血脑屏障 连药物都很难穿透 今年初 詹亚文不是帕金森氏症吗 医生说只能控制 不可还原 因为神经受损不可逆 所以你不要等到脑袋受损 你材料来修补 那这一个是科学家 用小分子存化单细胞技术 把这个软磷子里面的 Alpha GVC提炼出来 可以有效穿透我们的脑血屏障 转化为两种物质 一个叫磷子吸胆碱 一个叫乙吸胆碱 什么是磷子吸胆碱 它是大脑细胞膜的成分 可以帮助乳化减脂 抑制卡路里跟胆固醇的吸收 所以我台北有两个伙伴 吃三个月竟然瘦了12公斤 这为什么 因为它有本钱瘦 它们都100多公斤 然后还有一个成分叫乙吸胆碱 什么是乙吸胆碱 它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我现在可以站在台上跟你们讲话 手足舞蹈 就是我的大脑控制我的动作 这个传递的过程叫做神经传导物质 比如说 那个什么 肾上腺素 去肾上腺素 多巴胺 退黑急速 乙吸胆碱 都叫神经传导物质 它会随着你的年纪增生浓度就下降 比如说你的荷尔蒙 你也是年纪越长 荷尔蒙会下降 那你怕老就会去补充荷尔蒙嘛 所以你怕失智 怕脑部病变 你就要补充神经传导物质 为什么 因为当你缺乏的时候 它会从你大脑细胞膜剥削出来 分泌乙吸胆碱 那你大脑细胞膜受损的时候 被自由基风机破坏 就会发生脑部病变 比如说老人痴呆失智症 还有怕精神失症 这样了解吗 所以适时的补充这个神经传导物质乙吸胆碱 不要让它发生刚才讲的脑病变的事情 那它里面还添加五种业界最高抗氧化剂 第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讲的NMN 第二个就是大家熟知的白鲤卤唇 第三个叫做二代白鲤卤唇 它是经过假激化作用的白鲤卤唇 所以它能抗氧化的效果 超越白鲤卤唇十倍以上 第四个叫做七黄素 七黄素它也是一种多分类水龙性的植化素 它可以修补大脑细胞功能 排掉你脑袋的自由基 并且激活长寿基因 第五个叫EGCG额茶素 有听过额茶素吗 抗氧化抗发炎抗癌化 所以你看老板下重本 它不但提供你脑的神经传导物质 还提供五种高抗氧化剂 把你脑袋的自由基都排毒代谢掉 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这一罐是胶囊的 但我们不是明胶胶囊 我们是有机的 有机素食胶囊 我们是有机美肤去做的 美肤啊美肝啊 并且我们用高科技的模式 把肤质抽离掉 大家知道那个 有的人吃面殿类会过敏吗 就是因为这些电粉类 有一种物质叫肤 这个肤的蛋白质 会导致细胞过敏 所以我们用高科技模式把肤抽离掉 所以不会过敏 而且我们的胶囊叫做长龙缓式胶囊 就是可以抗胃酸耐胆减 直达小肠 缓慢释放成分 提高吸收度高达70%以上 增加它的生物利用率 这样了解吗 你知道很多人比如说大体火化完胶囊都黏在骨头上面设粒子有没有 那有的是PVC胶囊 对身体都无法代谢出去 但我们是有机素食敏肤胶囊 这样了解吗 都是非常高科技的商品 那我们还有一支叫做这个 藻蓝益生菌 我们博士有说刚才我介绍的都可以不用吃 但这一支一定要吃 为什么 这一支里面主要的成分是AQUA蜜冰岛无污染的原生糊 萃取一种蓝绿螺旋藻 它里面有丰富的藻蓝蛋白是最有营养价值的蛋白质 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 它里头还有72种的维生素矿物质 人体所需不饱和脂肪酸Omega3Omega6 可以活化蛋细胞 调节你85%的免疫系统 所以你觉得现在后疫情时代 比的不是财力跟磁力比的叫做什么 免疫力 所以真的家里人手都要一包 尤其老人小孩对不对 所以这真是居家匹配良药 它里面还有添加SOD 刚才已经有好几支商品都有SOD 到底什么是SOD SOD我们的SOD是素食的 以前日本贵妇他们吃的SOD 是从牛血提炼出来的 是一种高抗氧化物 我们是大西洋深海2100米的热泉 萃取一种红枣叫释热枣 它可以耐高温464度 请问滚水毒费要几度 100 它居然耐高温400多度还有活性 所以是真正抗方抗减 耐高温超高活性的SOD 叫做抗氧化物其化酶 它是一种酶类 所以它可以还原氧化应激作用 什么叫氧化应激作用 铁放在空气氧化会怎样 苹果放在空气氧化会怎样 你活久了氧化会怎样 变老 会长黑斑长细纹都是氧化多用 所以可以还原氧化应激 这样好不好 让你立名回存高抗氧化 第一名就是SOD 第二名是什么 五光光碳 第三名 白力如春排第几名你知道吗 第七名 所以就知道SOD有多厉害 所以我们博士讲 因为它从深海萃取的 它一两的成本比黄金还贵 所以它有个美名叫做深海软黄金 这样了解吗 我们一包里面放到2000IU国际单位 有办法下重本 唯有产供销一条龙 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 那它里面来参加对人体有益的 11种益生菌 高达300亿的菌素 比如说比非得次菌 双期感菌 单期感菌 片球菌这一些 那普叉公司 娘叉公司 大概只有5种菌种 300亿就卖到快2000 我们只是成分之一 营养师有说菌种多比菌素多重要 不能只吃单一菌种 没有效 我们里面有11种 业界最高 再给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 OK 好 好 我们还有添加维他命D3 D3的分子比D小 生物利用率跟代谢率会比D高 D3可以干嘛 增加骨密度 什么人需要 再做每一位你都需要 尤其老人孕妇小孩 还有那个更年期荷尔蒙导致骨质疏松 都需要补充维他命D3 我们还有添加K2 K2是一种协同效果 他可以平衡血液的钙根磷 他还可以平衡我们的菌虫生态 腸胃道好 那个免疫力自然就会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一支里面是五合一 五合一只卖你台币多少 109美金 109美金 3000元左右的台币 但是如果你去坊间药局 你买一盒蓝绿螺旋找要不要2000 你买一个SOD应该也要23000 益神菌也要1500吧 钙片也要1500吧 到早至少要8000 但是我们居然给你这种白菜酱 再给老板一个掌声好不好 那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不用冰冰箱 三层包满技术 真正抗胃酸耐胆减脂 打小肠才吸收 这样OK吗 那在这个月 上个月 他有横空出示这一支新商品 叫做什么 紫胎菌 她也号称叫二代白底乳醇 为什么她叫二代白底乳醇 因为她们的分子结构是很雷同 她是从一种紫檀木 中国高级的药材里面所确取出来的 那她的分子结构是在第三节和第五节 多了假激化作用 她多了H3CO跟CH3O 导致她可以有效穿透脑血屏障80% 白底乳醇穿透脑血屏障大概20% 请问你一样在吃好东西要80%还是20% 80% 当然是要80% 那也因为她的轻止性 所以她在血浆浓度是白底乳醇的36倍 要不要再给这个商品的长份 再不给长商品 看你要睡早了 那她里面呢 好啊 我一直请问为什么那么甜啊 她那是罗汉果枸杞 这种天然的蓝莓那些 它里面没有糖分 还有那个有机菊菊 那些都不会造成血糖的问题 也不会造成醋芽 那我们里面除了这个止痰奇外 我们还添加刚才讲的1200IU的SOD高抗氧化剂 还添加β13跟β16浦菌糖 可以提高抗发炎和免疫系统 那里面还有添加有机虾青素 虾青素对眼睛非常的好 所以当你年过45感觉 你都可以大量的补充 那我们主要有四大成分 它额外还添加十多种的这个全能水果 什么叫做全能水果 就是体积小 体积大 体积小 但是功能大 比如说葡萄啊 蓝莓啊 巴西紫莓啊 红丝柳啊 芦荟啊 鹅茶树啊 里面还有枸杞 重点它有这个 透明直酸 大家知道什么叫透明直酸吗 玻尿酸 对就是玻尿酸 那每个人都需要玻尿酸 尤其人老化了你的关节退化 都需要补充这个玻尿酸 还有你的皮肤的底层 有这个玻尿酸 才可以维持你堆堆的皮肤 这样了解吗 你知道外面医美一针哦 15U 15U就是大概15cc 就要一万八 一万八 一每打一针就要一万八 你这样吃就可以从体内补充 要不要大量吸收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抗氧化 高抗发炎的全能水果包 这样了解吗 我们以前一样吃这个异象银化全浮凝胶吸收 含在口腔可以高达95%的吸收度 三秒进入血液细胞 吸收度只次于静脉注射 掉点低才会百分之百吸收 所以它是非常高吸收度的一个商品 所以我们目前就这五支商品 那除了这一支还没有进入PDR 其他全部商品通通进入美国医师药点PDR 有听过美国医生药点PDR吗 他是美国医生开除方前参考指南 能够进PDR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经过一千多个临床实验证实 要绝对有效 第二个要45分钟之内 完全吸收且分解 不会造成肝肾负担 第三要以药品规格来制造 所以你要知道 你吃到这全系列商品 是有多高规格的 全美只有7支MMN 进得了PDR Kalory这间公司就占两支 要不要给他一个掌声 重点 全美国只有一支一生菌 进得了PDR 也是Kalory的赞给他一个掌声 所以每次看他这间都是真的 越看越欢喜心 怎么会怕没有没睡去堵 我常常这样讲 所以呢 在这么好的商品 要不要搭配好的制度 让我们可以越吃越便宜 大量吃吃到不用钱 好不好 好 这一间公司 我来跟他分享一下 他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任何 任何有人的地方 都有他的商业模式 那我们今天要选择 跟一间公司做合作 要了解他的商业模式 我们制度的精髓叫做210 2是什么 2就是双轨 1就是打单轨都可以赚大钱 打单轨都可以上钻石 0是什么 即使你还没有开始推广 你0推销 你只是普通的消费者 都有机会消费分红 这样子好不好 很好 对不对 好 开始讲2是什么 在这边有做过主资行商吗 都没有 好 那我从第一个开始讲 第一个 我们有八大收益 第一个叫做零售 零售讲什么是零售 你有没有朋友就是 我要商品 但是我打死不入会了 有没有 但是他又怕买到反冒品 然后他又不愿意直接跟你 有没有遇过这种人 好 他又不想成为会员 没关系 他就当优惠顾客 他去注册我们的优惠顾客 他不需要付注册费29.95美金 就可以拿到会员价 等于他少花那1000元 可以拿会员价 直接从公司出货 并且不用再找运费跟税金 这样的厉不厉害 很厉害 那他是你介绍的 结果他跟你一样买会员价 那你都没有分红吗 公司说他买商品的CV10% 是你的回馈金 什么叫商品 我们每一支商品都有他的CV 那所以像如果他是买这个BETA NMN6000 CV就是80CV 你可以拿到10%是多少钱 8美金 这样了解了吗 并且他这80CV 还可以折抵你的从销额度 是不是很好 朋友不入会没关系 他就很害怕赚到钱 因为优惠顾客不能参与公司任何收益 这样了解吗 不能参与任何奖金 他就只有用会员价来消费 那你就是得到他CV的10%回馈金 他的所有CV拿来让你折抵重销额 这样了解 下一页 这是什么 这是电 那个 红红的 这样子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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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用那一个 感觉 比较有老师的 第二个叫推荐奖 我们一支有四种入会方案 你要跟这间公司发生关系 对不对 那你是要入门票 门票有499 1099 2399跟2999 那2999跟499差在哪里 一定会有人说 原来499就可以入会 我干嘛要2999 又不是钱多 其实我告诉你 499都是有钱能在买的 为什么 因为打9折而已 这个打88折 这个打85折 2999打到75折 所以哪一套最便宜 299 会上述的都知道 2999最便宜 你花2999 他送你1000元的美金新人理券 并且你一整年都不用再二次消费 这样了解吗 就开始可以跟这个平台合作做生意 那今天你的朋友如果是499加入 你有50元的推荐费 这一套有150 这套有300 这一套有500 推大套推荐费就越多 那你自己499进来 可不可以推2999 可以 请问介绍费是50还是500 500 你看这间公司多大气 你知道万宴公司是 你如果是小单进场 你推大单 你只能领小单的介绍费 或者是用什么 PV几%去算介绍费 你知道吗 你小单的那个什么介绍费 就是他PV还是CP值的%去算 我们这小可以推大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一单回本 介绍一个case就回本了啊 你是不是自己花500 还多一块 对对对还赚一块钱 你看你自己花499 推荐大单 你就拿500元回来 还赚一块钱 所以呢 哪一套最便宜 这一套最便宜 所以要跟朋友分析清楚 不然他如果买这套 这三个月他就要重复消费 他会不会跟你讲 怎么又要花钱 有没有 就是你没有把套组跟商品的价值 讲出来 造成误会场 因为他如果499 他觉得商品很好 他要身本是再买一次哦 那他499是不是就白花了 多花一次钱 所以我们说这是好多人在这买 像我们缺的内钩 就是买这一套 因为我们不想花两次钱 你这样懂吗 好下一页 这样介绍可以了解了 在这一个奖金叫做分销奖 分销奖的资格是什么 你必须要合格 什么叫合格 我刚才说我们主轴是双轨吗 双轨就是有左边跟右边 你跟你介绍人的同一边 要放两个有在消费的朋友 你不能放两个名字在那里 不消费不行 要放两个有持续保持重复消费的朋友 你就成为合格会员 合格会员可以领到分销奖 什么是分销奖 也就是说你那两个朋友 你是有生两个朋友出来 他们吃得好才会去分享朋友 对不对 对 那他们分享出来的朋友的推荐费 是不是你朋友的 那你站在旁边有什么 你在别人公司你就等着付钱 付咖啡钱 你什么都没有 可是在这边不一样 你朋友的朋友 他们买套组 你会有他们介绍费的6% 如果他买小套 刚才推荐费是50 50元的6%是多少 3元 这一套的推荐费是150 150的6%是9元 这一套是300 300的6%是18 这一套是500 500的6%是30 这样了解吗 可以领到几代 分小奖可以领到11代 第二代到第11代 什么叫二到11代 你是不是只有介绍两个朋友 是 你成为合格会员嘛 这两个朋友是你生的 你是第一代生两个小孩 那你第一代生两个小孩 他们再去生的小孩 是不是你的二代 是孙子嘛 孙子再生出来的第三代 叫真孙嘛 对 所以11代都要跟你有血缘关系 这样了解吗 你儿子孙子生孙生生孙 延伸到第11代 跟你都有血脉相连 上线丢下来的算不算 不算 不算 你自己生出来的拓出去 每一笔推广费用 你都可以领6% 可以领到11代 也就是说 在这边做阿公阿嬤的请举手 你的孙子真孙出去赚钱 都拿6%回来给你勇好 这样好吗 很好 对吗 再来偷情就不错了 对不对 这样这边听得懂吗 虽然生度11代 水平可以无限宽 你自己生两个 你儿子可不可以 交很多女朋友生一对 你可儿子可以生一打吧 阿爸自己生两个 儿子可不可以 在外面生12个孙子回来 可以吗 那你想你有12个孙子 你可以拿到这12个孙子的推荐费6% 那你的第二代有12个孙子 再往下生 那第三代很恐怖 2的裂边跟12的裂边 是不同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虽然生度11代 水平可以无限宽 要不要多多以上 要多生几个 不要只生两个 对不对 如果生到普隆公的怎么办 对不对 以前阿公他妈不是都生一打的吗 总是会有一个出状人嘛 对不对 好再下一页 那这个奖金 叫无限代拓展奖 什么叫拓展奖 刚才那一个 你只生两个 就可以领6% 是没有任何聘接的状况 在这边拓展奖 你要有聘接 怎么有聘接 当你的团队 你生的那两个小孩 他们12代内团队家总起来 有10个人 你叫一星 20个人叫二星 50人叫三星 100人四星 200人五星 当你家族里面有500人 你直接上转 你就让人家拆去拜了 你知道 你就得高望重了 这样了解吗 好 这样了解吗 12代内你的子孙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500人你就上钻石 这样了解吗 好 刚才是不用聘接 只能领11代的6% 这边是有聘接 可以双领无限代 介绍费5% 10% 20% 30% 40% 50% 最高拨到56% 谁可以拿56% 七转 像我现在是三转 我可以领52% 为什么 我才生三个小孩 我生三个儿子都是状元 我三个儿子出去外面 狗七车生一趟 生了两千多人 我就变三转了 请问这两千多人 跟我这个阿嬷 有没有血缘关系 有 不是我三千丢给我的 这两千多人 跟我有血缘关系 我这两千多个子子孙孙 他们出去介绍 任何一个cas回来 我都有52% 这很恐怖 这是无限代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介绍洪卢老师 他是我第一代 我有500美金的介绍费 很合理 他介绍这个大哥 500美金是他的 我会有500美金的6% 因为在我11代内 那因为我有拼接 而且以我的拼接是52% 所以大哥一进场 我还可以拿到500元的52% 260喔 再加刚才的6% 我可以拿290喔 下不下人 你应该快去洗 过来洗 你知道 了解吗 但是公司这样绝对会发爆 所以公司有讲 当洪卢老师他有拼接了 他比如说他是一星 他团队有10个人 5%被他拿走了 我就上52 我还有47 那他的团队有20人 他上二星 10%被他拿走 我还有42 这样了解吗 了解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吗 因为 其实以图之表 你们其实已经 超过12代跟16成了喔 但是 我还是拿得到奖金 为什么 因为 洪卢老师是五星嘛 40%被他拿走 我还有52-45 我还有12% 无限代 你知道这多恐怖吗 虽然超过我11代了 我没有6% 但是我还有X% 你看这个恐怖恐怖 就算好啦 洪卢老师有一天也冲到三转 跟我平接 但是 你们所有消费的积分 跟我有没有关 我只要去开另外一个市场 我照样把钱领出来 你看这个制度 魅力不魅力 吓不吓人 而且因为我有拼接 我会不会想要再开新线 他是用鼓励的模式 去诱导你开新线 而不是像一般方式用烤盒的模式 考核你的碰局 考核你的拼接 考核你的直推 考核你的直推 用考核的你会不会用满的 对 但是这边是寻寻善用 我如果 现在我是52%嘛 那洪卢老师如果是钻石 46%被他拿走 我跟他之间只有差6% 感觉钻得不够 所以我会去开新线 我只要开一条新线 对方还没有拼接 我是拿52% 这样了解吗 他会诱导你一直去开新线 如果整个组织 大家都是自发性的 愿意去开新线 你组织才会有发展啊 对不对 如果都是用强迫的 大家都不想开新线 整摊死水怎么会有业绩 这样了解吗 好 再下一页 那再来什么叫业绩奖 台湾俗称叫碰局奖金 就是你上面安置下来的 或你自己延伸的 只要左市场跟右市场 比你慢消费的点数 无限累积给你 不封顶 不归零 不现代 通通累积给你两边的消费点数 1比2 250对500 就给你35美金 那因为是别人消费提供给你 所以月封顶 要封顶21万美金 合约台币大概600多万 请问够不够花 够 600万不够花 举个手 这边听得懂吗 这件事 你去排星巴克 左手有人排队要结账 右手也有人排队在结账 左边右边跟你是不是都是陌生人 他们是比你慢结账 他们星巴克的点数都给你好不好 两边的点数加起来 别人消费累积点数给你 是不是累积的比较快 跟你自己消费累积点数 是不是速度差很多 他们的点数给你在星巴克你换到的是什么 咖啡 在这边别人消费点数给我换到的是什么 美金 请问你要咖啡还是美金 对啊 你在7 我跟他讲一样点数 放在不一样的位置 身价就不一样 在7叫Hello Kitty 在星巴克叫咖啡 在这里叫美金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看 一样的东西消费点数 放在不一样的地方价值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别人消费 你可以无限累积分数换现金 公司当然要设安全水库 不然他会发到 这边听得懂吗 这也是我目前听到 要业界碰取奖金给最高的一间公司 好下一页 管理奖金是什么 这个管理奖金 有的公司叫辅导奖金 有的叫做对等奖金 每一天公司名词不一样 都是一样的东西 好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取这么多名字 我刚才看一下 什么叫管理奖金 就是对等或者是管理辅导都算 也就是说你下网店 有产生刚才那个对透 35美金 你就可以领10%3块5 那他给你几代 他给你10代10% 业界最高 很多公司是第一代 就是你儿子啊 第一代是儿女 第二代是孙子 这样了解吗 很多公司是第一代 只给20% 第二代给15% 第三代10% 之后都剩5% 而且给到第6代或第7代 有的公司更抠 只给3% 2%1%就没有了 知道 这间公司给10代10% 等于痛举奖金 百分之百再提拨一次 为什么他给到10代10% 为什么 因为近亲无伟人啊 前三代要出老鹰很难啊 因为你自己推广的人不多嘛 可是组织大的时候 开支三业 第4代到第7代是轮会很多 4到7代必出老鹰啊 但是你领他几% 你搞不好才领他3% 没有感觉 所以公司干脆给你10代都10% 很平均 如果你的第9代出大老鹰 你会不会来辅导他 会 对不对 洪老师好像是我第一 第6 我看一下 还好我有这个拼接 那你看你能领多深 要决定你的拼接 所以我现在是三星 我可以领到第8代 所以洪老师叫我 我绝对会来 这样了解吗 1到10代 10代10% 对碰奖金百分之百再提拨一次 真的要给我们老板这个大爱一个掌声 真的是老板愿意让利 好 再来 钻石分红 这个我非常有感觉 因为我在前平台也有当过钻石 很多人没有当过钻石 所以他不知道这差在哪里 很多公司讲全球分红 不是全球分红 他们是拿全世界营业额的业绩3%当分母 你个人的业绩当分子 请问分母越大分子越小 算出来 你是不是拿到的很少 所以我常讲 我在前平台我领的都是autobot 我上线都领法拉利 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业绩算不算他的业绩 算 所以他只会分子越大 但我的分子很小 这样了解吗 但我们的分母是一样大的 所以这不叫世界分红 这叫个人业绩去分红 这是加全指数了解吗 但是这一间公司才叫世界分红 他是拿你所有营业额的3% 评分给全世界的钻石 你是一钻分一份 你是二钻分两份 你是三钻分五份 很公平 看聘接去分分数 这样了解吗 但每一份的份金额是一样大的 这样ok吗 所以这个也真的 而且我们以前是叫计分红 比如说一二三月 考核业绩 四月才拨款 问题二月有活动 我二月业绩很好 一二月没活动 我业绩很差 我一到三月加总起来 不到他钻石的门槛 我一块都不用分 即使二月业绩再好都分不到 我后来两年没分到 两个奥特曼都没有 这边不一样 他是两个礼拜就分一份 所以呢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我 98 678 比如说我八月是一转 可是我十月八九十嘛 一二三四五六 八九十 我八月是二转 我分的是两份 可是我十月 那一个礼拜我上三转 所以我那个礼拜可以分五份 他不会说七八九给我 八九十 他不会说八九十 把我用二转来算 他是每两个礼拜看我是几转 就分几份 然后加总起来 一次一季播给我 非常良善 所以我如果中间我业绩好 我上三转上四转 我分的分数就会更多 这样了解吗 非常公平 好下一页 消费福利奖就是举证分 刚才我们是不是都只讲单边 除了刚才的对碰是要做双边 我刚才不是说 你跟你介绍人的同一边要放两个人吗 那双轨是垂直排列 那来举证他怎么排 第一个来的就到这 第二个来的就到这 第三个就排这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他就是二四八十六 一层一层二的分列往下排 最多领到十六层 你要整个可以领十六层 你用2999的订单就可以领十六层 你用499的订单只能领五层 这样了解吗 所以要买299还是499 2999 对不对 那今天你介绍A跟B A跟B就横向排列 那A他也介绍两个人就会跑到CB的位置 A介绍的人不会跑到E跟F的位置 因为A有他的矩阵 大家看懂吗 这是A的矩阵 然后这是B的矩阵 B的人不会跑来A这 A的不会跑来B这 C跟D的也不会跑到EF 大家看懂吗 大家都有自己的矩阵 那A的矩阵跟B的矩阵 是不是都在你的矩阵内 所以当你A跟B介绍了 A介绍CB B去介绍EF 你的第二层是被A跟B的人占走了 当你要再介绍一个人的时候 就跑来这里 从这个空格开始往这边排 这样看懂吗 所以上线介绍来的人 有没有机会滑落到你的矩阵底下 有 所以C 即使你再介绍一个人跑来这 这个人不是C介绍的 但是这个人的全矩阵 会属于C的也会属于A的 这样了解吗 要这矩阵干嘛 这些人呢 他们只要每个月保持活药 就会提拨3美金给以上16成的人 这样了解吗 只要下面有一个活药会员 从销就提拨3美金 以前在双轨给的是什么 分数 这边直接拨现金 所以呢 当你的大边 以前 双轨大边的人从销领的分数 对不出来 对碰不出来 叫做回流水库 看得到吃不到 啊再举证喔 他用举证去排 你大边的伙伴从销 直接拨款 这叫强制拨款 每个月拨的你不要不要的 我告诉你 我10月31啊 有2000人 我就拨6000美金 11月1号下午3点 美国一跳 我再来6000美金 双不双 双 你要听得懂吗 因为我10月31号的人还活着啊 他们还在从销啊 11月1号下午3点 美国时间一跳 那些人旧的人是还在从销 是 新的人又会继续打他 层层加上去哦 赞赞打起来 你知道 这叫复利滚存 这叫强制拨款 不用碰局 不用好合并接 就有钱可以领 这叫做被动式收入啊 所以你越早相信的人 你就越早蒙福嘛 你今天相信你的朋友 你会跟他举证A或B的位置这么高 你是很容易吃得到他的 他的资源 那接下来吃很容易滑到你底下 那你越慢相信是便你拱三块给人家 你越早相信是别人拱给你啊 这样了解吗 这个才叫卡位哦 你在双轨卡的那叫塔位你知道吗 卡卡在那里不从销 只剩下名字 就叫塔位 然后这边你卡着 为什么你愿意从销 如果你今天都还没有开始介绍呢 你只是先体验商品 C跟D 是你商店介绍的 那C跟D看懂这个商店模式 他努力冲 你A莫名其妙吃到C跟D的三美金分桶 请问你要不要从销 你要 你绝对会从销 所以我常讲从销 不是在于金额的高低啊 是在于有没有意义啊 如果排双轨我在最上面 我累积了几千万分 我碰不出来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拿不到钱 但是我如果在举证 我在这么高的位置 我吃到下面这些人的 举证三美金 我一定会从销啊 所以我常讲在这边 如果月入百万 从销要十万 你从不从销 从销 如果这边从销只要一百块 你连一块都赚不到 你什么会来从销 对不对 所以要看得懂制度的精髓 所以我常讲这个制度融合了什么 业界从1960年的安利 叫太阳字到什么20年后的这个阶梯 像日商三美格那一种有没有 他们那种叉啪至交截停 到后来有那个美乐家的举证 好见点到后来又进步到 有双鬼 有撒娜美安杰斯 有没有 现在更进步的已经到单鬼 单鬼都可以上聘 单鬼都可以让你月入千万 所以你现在站的是十基头啊 人家讲时间点重不重要 他融合了四大制度在同一张纸 全球一张网 可以整合所有四大制度的优势 并且把领不到钱的构定 通通排除排掉 我只能讲 史无前例 空前绝后啊 未来有没有人会抄袭这个制度 绝对有 但是他抄得了公司的背景吗 抄袭得了我们公司的实力背景话题吗 抄不了 因为世界上就只有一间美商开丽 对不对 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 所以我们老板真的是愿意乱立啊 所以你私下可以找你的介绍 你去算我们提拨比高达73% 刚才讲那么多 这间制度到底怎么做 其实这家的制度只有两个字啊 就叫合格 你跟你介绍人的同一边放两个人 你就合格了 懂吗 每个人都做合格这个动作 做几次 16次 明年这个时候通通月入千万 要不要 请问介绍不出两个的 举手 来每个人都发两张单下去 等一下通通完成合格这个动作 就是两个两个两个 16次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月入千万 这叫指日可待 不是遥遥无期啊 人家讲的啊 跟着百万赚十万 跟着千万你才有机会赚百万 所以以前的制度你怎么做 大不了月入数十万 但是在Kellery这个人性化创新化的制度 有可能让你月入百万 要不要在这里实现你的梦想 要 而且人家常讲 你要讲提波比 好啦要算提波比吗 如果以三千美金的套主进来 公司是要提供你五百美金的介绍费 还要分销奖三尺怎么算 大家知道吗 五百的六趴是三十元 要给几代 二到十一代 总共十代 他就要提波三百 那拓展奖就是最高七星赚五十六趴 五百元的五十六趴就是两百八 这三个奖金一二三都是新生业绩 很多公司为了吸引新人 只有新生业绩 没有被动式收入 比如说美差克爱差利 他们的制度都是属于那种拔聘奖金 或者介绍两单回本 所有的奖金都放在新生业绩 那你觉得你有多少能力一直去开新线 因为不会有被动式收入了解吗 但是你看他们没有钻石分红 他们也没有这个矩阵分红 通通都没有 我们这三笔新生业绩就占了三十六趴 公司收你一个三千美金 这三笔加起来是多少 一千零八十耶 超过三分之一耶 这样这边会算吗 这叫新生业绩 那新生业绩是不是很迷人 才能留住新人 那人留进来以后 你要不要听他创到被动式收入 后面就是被动式收入 举证是什么 为什么举证这么多 明明举证只有三美金啊 为什么变五七六成会算吗 对 只要买一个大套 他就要给你十二个月的三美金 三乘以十二就是三十六 给几成给十六成 所以是五百七十六美金 也就是说 当你底下有个伙伴 下一个大班 公司就必须拨五百七十六出来 见点 举证分红 那对碰两金 因为提拨比例算最大的嘛 就是你的私边 放一个三千美金进来 是一二五零PV 两百五PV就产生一个碰局 一二五零是五个两百五 所以产生五碰 一碰给三十五美金 所以一七五美金 管理就是十代十趴 再拨一次 再拨一次一七五美金 钻石分红就是拿三千美金 的三趴就是九十美金 出来给全世界的钻石分 要不要上钻 要 要 所以你看 这一张 跑到跨了 我讲完了 讲完了 总total 总total 这边拨到两千 为什么你是二二 我都算两千一 这边加起来 有加那个 有加局政 局政本来是 好 好啦 反正这边就拨了 两千两百多 大概七十六八 而且含 运含税公司吸收 而且我们这是时播 你下市场很多人 会跟你用PVCV再算 那就叫做启动Case 我是用现金再算 真正拨出啊 无现金啊 不用考核控局 不用考核轻推 不用考核拼接 轻轻松松就可以入办 哪一间公司办得到 真的是老板浪力 人家说未来最伟大的事业叫什么 立他 由哪几个老板说得到 都叫紫上谈兵 只有美商凯利的老板 真正落实消费分红 消费致富 要不要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测 尤其这个月到今天几个 二十 二十 还有十天 到这个月底 刚才就已经送很大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月 你只要是499净单 不但有原本的福利 公司再送你一罐 价值三千七的 恩恩恩六千 如果你用这一套送两罐 就快八千 用这一套的话 送SOD恩恩恩三瓶 一瓶快要才去八千 三八二次送两万四 这一套更恐怖 送你四万三万二 他原本就送你一千美金 两万八 再送你三万二 也就是说 你今天花八万四 人家送你六万 他果然是化学博士 因为他不会算数学 买八万四送你六万 他赔偿了不是吧 是打到几折 打到骨折嘛 对不对 所以跟赵老板合作好不好 好非常好 最好他都不会算 你知道吗 那也是他产供销 一条龙 他才有办法给我们这么大的利多 那不是你朋友加盟进来有好处 你去推荐是不是很辛苦 你也有好的奖励 你如果推荐四九九的单 你可以多一起多两个礼拜的免从销 还可以拿到礼券一百美金 如果这一套你是多一个月的免从销两期 还可以多两百元的产品券 这一套是多四期就是两个月 哎你们知道我们是两个礼拜叫一起一个月拿钱 好所以这个是两个月还多三百美金 这一套可以多三个月三个月免从销 那还可以多四百美金 也就是说今天你不但去推荐新人 你有推广费用以上那些奖金 你还可以免费做生意 你做生意的成本老板都送你了 免从销三个月 你接到四个人 你今年做生意都不用成本了 这样了解吗 就可以参与他的利润分 他还送你钱 本来就送你很多 再送你 你要不要给老板一个掌声 而且他的数据应该都是考零分 化学考一百分 对不对 所以这边还有复购的 你以前是299进来的人 你已经买得禁风了 你不能再生本了 趁这一次复购套组 就是活药套组 你如果一口气买四个月的活药套组 那他会送你什么 他会送你SOVNM 送你八千块 还有产品折扣 原本就会有 就是他不会真正用到四个月的金额 去跟你SOVNM 然后如果你这是买一年半 买一年半的套组 送你五百美金 再送你五万 送你四万元 这边送到四万 所以你现在像我们那时候 四月进场的人 现在都剩不到半年了 所以我们已经无法再生本 因为我们是最高套组 所以我可以把后面一年半买下来 我不但拿五百美金 我还在送四万的商品 真的要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 所以你看 看到是非常行动 送的非常大 比百货公司周年庆还大 我常常讲 我那天晚上看到这间公司 我没有来掌握你们的场 对不对 我常常在跟他们讲 我看到这间公司 只有三个字形容 叫什么 刺雷蛋 听过了就不要破我的梗 为什么刺雷蛋 惨动销一条龙 然后单轨上转 零碰上转 月入千万 真的是老板愿意让利 这么人性化的制度 我当天看到这间公司 全商品 进入美国医师要点PTR 我这样看到我觉得 哇来势汹汹 我只能选择合作 因为今天我如果拒绝这间公司 我明天在哪里 我市场绝对被人家併吞掉 我常讲我前平台 六年创造十亿美金的营收 叫做什么公司 独角兽公司 只有几家公司办得到 FB Google eBay 亚马逊 再来就是我高尚大的前平台 但是 这间公司 产供销一条龙 提波比高达76% 搬轨上转 灵碰上转 月入千万 这间公司叫做巨兽公司 唯有巨兽可以并吞独角兽 所以今天我如果不跟他选择合作 三年后我会在哪里 我会在家里 带小孩 因为我市场没去 绝对会被人家并吞掉 有时候事实的发生 你不面对不代表他没有发生 面对 我跟你讲 逃避不一定散得过 面对也不一定不好受 对不对 所以我选择跟他做合作 人家讲这叫什么 事实物者为俊杰 因为趋势已经改变了 人家常讲 十年一局啊 一个趋势的来临 会造就一波财富的大富翁 15年前 百里如存 创造财富第六波 现在财富第低波 即将是NNN的市场 重点 你有没有拉上这一波的财富列车 人家常讲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才可以眺望全世界 真正趋势 疯狗啊 在风口都可以飞上天 人家不是讲 趋势就像一匹黑马 你唯有在马背上 你才可以迎头并进 你在马的后面追 你永远追不上趋势 所以现在更高科技 黑科技趋势已经来临了 班鬼都可以上钻石 我常讲 80年前有安帝 我们叫什么 生不逢死 80年后有凯利 你要掌握机会 把握机会 因为在你有生之年 你可能再也遇不到这个趋势的头啊 这样了解吗 所以啊 人家常若要人生 你总会晃 不同时期要改行 你这样懂吗 就是要跟趋势走 70年代要干嘛 炒房地产 80年代要做什么 炒股票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叫顺势而为 你不要背道而驰 不然你赚钱会比人家辛苦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看到美商凯利 哇 我心里想 这个这个不合作不行 但是如果跟他合作 我会发生什么事 我那天晚上告诉自己 以我现在的年纪 3000元 我花不花得起 你要风险评估嘛 3000元就算 好啦 是飞机不见爆炸 我的货没拿到 我到了损失3000美金而已 8万多 我上班都还赚得回来 但是这3000美金我投资下去 如果可以改变我的未来 我干嘛不先投资健康 再投资我的第二财富 对不对 那我想啊 我在前平台曾经161718 年收入破千万 创高峰 但是他现在走平稳期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创高峰 但是这边新的baby刚开始 就从零开始怎么往下掉 所以我选择转战平台 再一次挑战自己 请问转战平台 要不要很大的勇气 因为要从零开始啊 我不知道未来的未知数是什么 但是人家讲啊 想是问题 做才是答案 你没做 怎么知道你不行 我常常讲 我一通电话打过去 我很清楚 我的上限在加拿大 他不可能来帮我弹case 我也等不到他来帮我弹case 所以一开始你就要把你自己定位清楚 你今天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 我一开始我告诉自己 3000美金我不是拿来花掉 我是拿来投资一个事业 所以这一笔钱我要好好的运用 我定义我自己是经营者 所以我只有3月23的晚上凌晨一个晚上 收支所有的制度跟商品内容 因为我明天就要下市场 我只有一个晚上让自己成为大A 而且我不能选择依靠 我只能选择奔跑 因为没闪的小孩只能奔跑 如果我今天还在家里等我的上限 哪有没有来帮我弹case 哪有没有用会中 哪有没有给DM 你如果选择等待 你只有被领导 领导者跟被领导就是一线资格嘛 你们所有的DM资料 都是我彻夜赶工做出来的 后来还好有Kate老师 真的是自从他开始做以后 我就不做了他 这就是团队合作嘛 对不对 组织最美的魅力是什么 借力嘛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 每个人都把他的专长拿出来 你做会不会就会很省力 唯有做组织 你才有办法时间倍增 财富倍增 人脉倍增 所以呢 我觉得我真的在组织行销界 这八年让我见证到倍增的力量 但是也只有美商凯利 真正落实到一代二下三代 原子弹二的倍增裂变的威力 我对我他讲嘛 你不要小看那个三美金啊 人家那个英国国王 要奖励一个棋盘的发明者 然后要给他一笔奖金 发明者说不用 你只要在我的棋格上 每天以二的倍数放两枚金币就好 就第一天放一枚 第二天放两枚 国王就在想这傻子 要给他一笔钱他不要 那个盘子不就六十四格而已吗 当国王放到第六十四格的时候 已经把整个国家都送给他 因为这就是二的裂变倍增的力量 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三美金 真的当你复制十六次 二的倍数十六次 你就可以月入千万 家族翻身 光冲要主 所以要不要从今天开始大量行动 复制行动 要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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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